为什么男人喜欢30到40岁之间的少妇 或者说这种中年女人嘛 就是那种非常有韵味的女人 今天有个男粉丝跟我聊天 咨询了这个问题 他就说他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少妇的那种感觉 他给我发了一段话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为什么很多男人都喜欢30多岁的少妇 原因很简单 他说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他说20岁的女人就如同早餐 急急忙忙的就享用了 不是为了能够吃得好 只是为了能够吃饱而已 他说不到30岁的女人 就是25到30岁之间的女人嘛 就如同吃午餐 是的 虽然桌上色香味俱全 但是因为午餐的时间太短了 总是慌慌张张 匆匆忙忙的 他说30岁以上的少妇 就30岁到40岁以上的少妇 就如同晚餐 他从容的让你迷恋 他温情的让你沉醉 他不仅美味 还有人身智慧 他不仅有别样的风情 还会回 还有回蒙的百媚丛生 这是一个男粉丝给我留的言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一段留言 你们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 我觉得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讲实话 我觉得不同年龄的女性 她都有不同年龄的这一种魅力 20岁她有20岁的青春活力 30岁有30岁的成熟 40岁有40岁的韵味 不同年龄的女人 她都有不同的那种味道吧 但是确实找我咨询过 很多很多情感咨询的那些男粉丝 他们付费找我咨询 他们确实觉得 这种30几岁的 这种结过婚的 或者说很多别人家的老婆 很多男的都非常的迷恋 迷恋的原因是 这些女性可能已经结过婚 生过怀子了 或者说 我打个比方 为什么很多男的 尤其是很多已婚的 或者说 特别有钱的男人 他会特别的迷恋那种 离过婚 带个娃 甚至带个儿子 有点姿色的 这样的二婚的女人 他们非常的迷恋 非常的上头 有一句话说 就是很多海王 很多渣男 他们都 都被这些二婚女给拿下了 为什么他们对二婚的女人 如此的上头 二婚的女人生过孩子了 二婚的女人 只是有点姿色 青春价值也不是很高 他们为什么如此的上头呢 因为这些女人 温柔体贴 懂事 情绪价值给的特别的足 她特别的懂男人 尤其是在网上 做那种 做那种 清理修修的事情的时候 那女的那种 哎呀 就是 各种技巧 活好不粘人 懂得都懂 男人懂得都懂 反正我觉得 很多男的 他们在这种 两性关系里面 其实 男人说白了 能够 对于有钱的男人啊 她就觉得 一个女的 能够把她 生活上 伺候的特别的好 晚上 伺候的特别的好 能够又给她 很好的情绪价值 以及又特别的懂她 以及 就是怎么说呢 能够 为她生活上 做很好的服务 以及能够给她 甜言蜜语 以及能够打扮得 打扮得 非常的有味道 有韵味的 这样的女人 很让男人迷恋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 很多男人啊 他们对于老婆的要求 是什么样的啊 男人难以启齿啊 他们就希望 自己的老婆 在外人面前 像个贵妇 在家里 像个当妇 你们男人 怎么说呢 这就是很多 男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讲实话 男人嘛 男人终其一生啊 就是勤勤恳恳的 努力工作 甭管是普通的男人 还是特别有钱的男人 他们非常勤勤恳恳的 努力工作 无非就是为了 下半身 以及为了她的 传言后代 也就是为了女人 也就是为了 传言子嗣 除了如果她已经完成了 就是传宗接代的任务 那她一生 所追求的就是 女人啊 很多男的啊 就是 比如说他们 就是 他们追求女人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 他们也 当然很多男人 也喜欢年轻漂亮的啊 但是其实 讲实话啊 就是那种 特别年轻的 比如说 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就特别被那些 五六十的老头 特别有钱的男人 所喜欢 但凡一个男人 他不超过五十岁 四十五岁 四十八岁以内的 他们这些男人 他们其实对那种 三十几岁的女人啊 三四十岁的女人 真的是 非常的迷恋 因为 因为男人 就怎么说呢 你们懂得都懂 就是 还是非常注重 和一个女人 在一起的那种 呃 就是 打扑克时候的 那种体验感吧 因为男人 非常注重 一个人的体验感 啊 找我付费咨询过的 男粉丝 很多人说 啊 他和他的女朋友 分手了 又想让我 哎呀我怎么样才能挽回我的女朋友呢 就找我自行情感问题哈 怎么样去挽回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非要挽回这个女人呢 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他和这个女的在一起 啊 夫妻生活非常的和谐 可能就是说 比别的女人要好很多 或者说在 他经历过的所有的女人里面 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这种 最和谐 啊 他就觉得 嗯 他离不开这个女人 也就是说 嗯 虽然有的男的啊 他可能在结婚的时候 他可能会权衡利弊 要考虑这个女人的家庭条件呢 啊 考虑这个人的 女人的颜值啊 学历啊 各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的 但是 但是当他 真正的走入婚姻 真正的体验过人生的 这种男女关系了之后 他就会发现啊 追求他 极致的 享受 成为了男人的 终身目标 而且不是所有的女人 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他都非常的 体验感比较好 所以怎么说呢 对于三四十 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 女人的那种 魅力 以及他们那种 活好不念人 就体验的淋漓尽致吧 这就是找我咨询过的 男粉丝的说法 不知道你们觉得 我说的对不对啊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有什么情感问题 欢迎抖音搜 领面聊人生 主页有我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 或付费咨询 拜拜